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Boss Mind的这段影片 邀请了小大系JK陈立展 和大家会分享的主题 是恒指短期走势 要看什么因素 今天我拍片的日子是3月20日 恒生指数,如果你看到夜晚期货的走势 其实是星期五晚,夜期已经升到22,200点这个位置 经历了接近4,000点的反弹之后 未来恒指短期到底会怎么走? 是继续升,还是升势放缓呢? 我今天和大家总结了三个重要因素 未来各位Boss Mind的网友们 可以在市场上留意着 第一个因素,我认为恒生指数短期要看的是 它的成交量 其实在过往三几天里 它由18,000点反弹上来的成交量 在头三天都相对不错 是连续两天超过三千亿的成交 到星期五还有接近2,400亿的成交 但是在一个有力的升势里面 其实成交量都相对要有一定的支持 才能够叫做一段升势可以延续 所以在我心目中 成交量也和幅度有所挂钩 我认为恒生指数我先说了我的结论 去到22,400至800点 这个小小几百点的范围 已经是有机会遇到不少的阻力 你如果计算一下 夜期已经去到22,200 阿sir 你说22,400至22,800 那就是只有三几百点的幅度去走赚 已经有阻力 没错 所以短期如何的情况 恒生指数还有机会向上突破 或者如何的情况 它会开始受压回调呢? 若然恒生指数未来 一度升到我刚才所说的阻力范围 你发觉它的成交逐步下降 而出现横行的迹象的话 我会觉得这段升势 告终的机会是比较大 而如果进入下一波的回调 先说短期 不要说到四月五月这么远 短期可能是三月尾四月头的范围 是有机会向下有一个小小 至少千点以上的回调 我认为千五至二千点这些范围 亦都是不足为期 即是一跌到两万头 甚至乎一千两万头 似乎成交量是不足为期的 这是第一个因素 成交量 当然 如果不是 它在这儿升上去 看着它上破二万二千八 二万三 而成交额 是继续高企的话 那就真的 不能够排除继续上升的可能性 但是呢 今天我不是说任何投资意见 不过我受得Bossman邀请我的习惯 你看我平时在自己 JK爸爸的YouTube 投资频道 以至于Patreon 我喜欢说话尖锐一点 我会觉得 我暂时看 它能够上破二万三的机会 我会自己说 是远低于一半的 即是说 如果上到去 除非真的 有些很奇迹的成交量发生 如果不是 大家要小心 可能短期 又会有一些向下震荡的机会 这是第一个因素 要看的 第二个因素 就是什么呢 我也开一些图表和大家说 就是关于外围的状况 外围的因素 其实大家如果有了解恒生指数的特性 虽然没错 一天一天千多亿 三千亿成交 看似都很好生意 但当中的生意 大家如果看过 港交所的数据 一半以上的钱 其实不属于香港人 香港是一个典型的外资市场 所以未来 第二个因素 大家要注意的 就是外围的因素 而这里 我会重点说 只看中国和美国市场 每个市场的一个指数 已经可以有很不错的参考 美国也有三大指数市场 而在我的学派里面 其实我心目中 比起杜瓊斯指数和纳指 其实标普500指数 对香港的影响是最直接的 现在图中所见 就是S&P500标普500指数的期货 就是全球最大的期指市场 在刚刚星期五 它的位置大概升到4450点 而我认为 这个对香港未来上升 是一个很简单的参考 就是 我认为标普500指数 其实升到4550之前 这些范围 应该已经遇到阻力 就是应该要 就是说 如果你看到标普上了这些位置 恒指又升了几百点 OK 就是这样叫做持平 没有好没有坏 但如果你看到恒指一直向上 而标普500是向上穿不到这些位置 甚至乎向下跌穿4450的话 我认为恒指自己一个市场 继续向上升的机会 是非常之小的 即是说 原来看着美国的标普500指数 你看到这边有力的 恒指给多一点点时间观察 看到这边没有力的话 恒指短期 似乎可能升势 就告一段落了 一个外围因素 今天再加上第二个外围 就是中国的股市 对香港不用解释 或多或少都会有些影响 而中国也有 互心的指数 我暂时认为 和香港最大关系的指数是这个 上证指数 上海证券 现在上证指数在哪个位置呢 稍等一等 我现在在移动 稍等到这边 上证指数 星期五收市 大概在3250这个位置 我觉得星期一 它有机会 是小微的裂口高开 因为毕竟恒指也有些上升 但我认为 上证指数 是应该升到 可能3350点附近 也会遇到阻力 即是说 其实你发觉三大市场 是有些环环紧扣的 是有权 升多三几百点 不足为期 但是 这里 你说它要直接上破机会 我都是主观地觉得 是少于一半 即是说 如果你看到 恒指又升 上证又升 但上证升 也升不破3350的话 其实恒指要进一步向上突破 都是机会不大 你可以认为这个位置 刚刚我提到外围因素 即是美股 以至于中国的指数 两个简单的参考位置 大家就可以作为第二个参考 变相 不是啊 中国又强 美国又强 那会不会真是 连香港都会有个奇迹 兜东西 就升穿二万三 这个世界的东西 不要说可能是零 但是我也是坚持 我刚刚的说法 就是我认为这个机会 相对比较低了 那最后 我刚才说到 就是恒生指数 最后第三个体的因素 是什么呢 就是恒生指数 股票 成分股 本身的表现 这个我统称为 史宽 史宽 这件事 要详细讲 其实有些学术的背后 可以说 讲一堂书 和大家去教学 但是 今天我将它化繁为简 其实你只需要注意 在它升到上 假设真的这么厉害 22,400 22,800 这些位置 我想你到时留意着 恒生指数 成分股 升跌的比例 你如果发觉 一度上升 不是啊 大部分蓝筹股 七成以上蓝筹股 都是红盘高收的话 那就代表 它的升势 可能还有一些美径 不要这么快 就反手做淡仓的动作 或者股票 就继续持有 但是如果你说恒生指数 真的升到那些位置 而你发觉不对路 指数虽然升几百点 但是 可能蓝筹股 是只有一半 甚至乎 是差到少于一半 是上升的话 很少这么严重 但是 如果你发觉上升 是只有50% 松一点的话 已经是暗示 很多时候 一段反弹的后期 一段反弹的告终 可能是配合着 使唤追不上 这个情况 所以这就是三大 我会觉得最简单 而宏观 可以大家留意 恒生指数短期 一些参考的因素 当然 市场要注意的事项 也不止这么少 一些关于短期 资金的盘路 期权仓位的部署 以至于主要的成份股 表现的话 那些还是值得参考的 但今天因为时间有限 或者大家有兴趣 一些短期的资讯 更新的话 也不妨可以留意一下 小弟的YouTube 或者Patreon的频道 到其时 可能星期一二 开局之后 如果看到短期 有些特别的资金盘路 尋常移动的话 到时 再在其他平台 和大家分享 那今天 就多谢大家的时间 这个分享到这里 将来有机会 在指数市场 和大家 再做多一点的分享 那我们下集再见 Thank you 拜拜 我说 你不能认为 你还不能认为 你只是想认为 都没有认为 你带来